说实话,我真的不敢相信,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肉食爱好者来讲,台湾的素食居然可以做得这么好吃! 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大家知道吗?台湾除了健保在全世界排名靠前之外,还有另外一项也进入了全世界的前三名,那就是素食人口的比例。 全台湾在2019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调查,素食人口的比例有达到14%之多,也就是说全台湾有300多万人在吃素食。 那么台湾的素食主义兴起,也是有些人是为了宗教信仰,有的人是为了健康,也有环保意识的抬头,再来就是对动物的友善。 在2016年,台北更被善待动物组织评为亚洲最友善的素食城市之一。 在台湾有6000多家的素食餐厅,有的素食餐厅是吃到饱形式,有的是便当店形式,那也有的素食的面店,甚至是街头巷尾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便利店, 它也是有着种类繁多的素食项目,像有素食的泡面啊,素食的三明治,素食的饭团,素食的便当,还有炖饭啊,等等等等,包括呢,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素食零食,对不对? 那么这样方便的就餐环境呢,也让台湾,来到台湾旅行的这样的一些素食主义者非常的感叹。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大陆的素食的YouTuber来台湾旅行的一些影片,他就在影片当中呢,不停的感叹说,台湾的素食如此的多元以及美味,这都是深深吸引他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像我,据我所知,台湾的素食的方式的话呢,它有分为纯素,然后呢,淡奶素,锅边素,现在呢,我还学到一个叫弹性素,等等等等,还有其他的方式,对不对? 像我呢,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素食的话呢,是因为我刚来台湾大概一两年的时候吧,大概也就是在一一年左右,一一年左右,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我的婆婆呢,带我去这个台北呢,参加八关灾戒,这是一个慈算团体组织的一个活动。 那在中午的时候的话呢,他们是有提供一个素食的便当。 说实话哈,我在当时还想说,哈,是素食哦? 其实阿丹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肉食性动物,我是一个这个无肉不欢的人。 我当时还想说哈,素食哦? 然后呢,当我打开这个素食便当的时候,真的是颠覆了我对素食的一些的想象。 它并不是看起来清清淡淡,它吃起来的每一口的话呢,都有它独特的味道。 而且呢,它并不是说非常的寡淡的,让人没有吃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真的吃到了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这样的一个素食便当,让我对素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然后呢,我的婆婆呢,也会带我去这个宜兰火车站对面的有一间素食自助餐。 也不知道大家没有去过,很有名在当地。 总到吃饭的时间的话呢,那边总是人潮爆满。 有很多的人,他们家呢,也可以这个素食的便当外带。 然后呢,就是一个盒子,老板很佛心,你只要装得进去就OK。 我记得一个便当是多少钱?60块吗? 然后呢,你也可以内用,就是自助餐的形式,你就可以是吃到饱这样。 我记得里面的菜色就非常的丰富。 有一些呢,就是素的这个素肉,然后呢,有这个素面啊, 然后这个一些汤品啊,一些菜品啊,等等等等都有,非常的丰富。 有几十种吧,我记得。 所以说我跟我婆婆,我们每次去吃啊,包括我先生,我们一起回伊兰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吃。 我也觉得说我吃得很开心,并没有说我觉得我没有吃到肉的话呢,觉得会失落。 反而我觉得说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家也属于是一个弹性素的一个成员。 像我的婆婆家的话呢,就是现在是全素。 之前的话呢,我婆婆家属于锅边素,就是她有煮肉的东西给我们吃,可是她会选择锅边素这样的方式。 可是像这几年的话呢,我婆婆的话呢,就选择了吃全素。 所以家里的话呢,是看不到肉类的东西。 那有一次呢,我婆婆就跟我讲说,啊,当然,你载我去买塑料好不好。 我说好啊,我记得我呢,在我婆婆去宜兰的一家这个,一家店面去买这个塑料。 哇,说实话,塑料不便宜呢,很贵呢。 它比我们肉的这个,比如说碗的一些丸子啊这些,它比我们的那个什么,像什么花枝碗什么的,卖的贵很多耶。 然后呢,我才知道说它可能是豆制品啊,等一些其他的工艺方式。 它们有一些做起来很可爱,看起来像五花肉一样,看起来像五花肉一样,但它是素食。 然后我那段时间我就有疑问说的,都已经要吃素了,为什么还要吃素肉呢? 然后经过我的了解,我才知道,在祭祀的过程当中,往往的是认为说,有肉食的话呢,才是一个更加尊敬,更加澎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呢,也会出现素食主义者在拜拜的时候选择素肉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再从吃肉,然后转换到吃素的这个过程当中,用素肉来代替的话呢,也是一个慢慢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 我说哦,那我就可以理解一些素五花肉啊,素鸡啊,素肉啊,等等,就是素鸭肉啊,无论是从造型啊,还是味道吃起来的话呢,都是有一些这个印象在的,对不对? 就是我知道说,哦,原来原因在这里。 那我除了在我婆婆家吃到素之外的话呢,我跟我先生,就是我们家这个社区后面的这几条街里面,有很多间的素食店。 我跟我先生其实偶尔也会去其中的某两间素食店,它是属于自助餐。 然后我发现呢,就是都是用称重的方式,是不是?称重的方式,就是普通的这个自助餐的话,可能是用肉眼评估,哦,这样一份是多少钱? 素食自助餐的话呢,都是用称的方式,然后呢,我们也会选择其中的两间呢,我们偶尔去吃换换口味,然后呢,来一个弹性素的日期。 说实话呀,阿丹觉得吃素真的没有什么不好,唯一不好的就是啊,阿丹觉得他没有那么耐饿,可能是因为我吃肉吃习惯了,因为肉的消化程度跟这个素食的消化程度的话,它肯定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肉的话呢,肉是更耐饿一些。 那阿丹也就觉得,好吧,那我也只能说再吃一些零食来填补一下这样的一个饿的这样的一个饥饿感。 那也会把这个吃弹性素这样事情,我们家也会坚持下去,其实我的女儿也并不反对吃素,但是呢,我们家真的可能现在,在目前的阶段没有办法吃全素来。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慢慢的进化,我们从少吃肉食开始,然后慢慢进化到,这样的可以更多的时间去吃一些素食料理。 我觉得也是对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在肉食里面的话呢,含有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在素食里面的话呢,可能是没有的。 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可能每天要吃一小把的坚果来补充这方面的氨基酸。 就是多少的量呢,其实坚果是热量很高,但是它的营养成分也很好,而且坚果的油脂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可以选择,像我常常我们家就是去这个好市多去买那个综合坚果嘛,它就是没有调味过的那种,会更健康一些。 那里面的话呢,它可能有几种,我们就是用汤匙舀出来,然后放在手心上一把的量,就是这个人一天所需的量。 所以说每天吃一小把,然后呢,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维生素,就可以来填补说,没有吃这个肉类的话呢,这个一些维生素的缺少。 然后我也是这样告诉我婆婆的,偶尔我们回去的时候的话呢,也会给我婆婆带一罐这个综合坚果,给她也补充一下。 吃素的话很好,也要提醒大家说,真的是尽量少吃一些更多加工的一些素食品。 这个是我对这一些健康的一些书籍方面的了解到的一些东西,就是不是这些年都在提倡说,大家要尽量吃一些圆形食品。 像我们可以吃一些地瓜呀,一些菜呀,尽量的少吃一些素肉啊,素丸子啊这些。 这也是我回去每次叮咛我婆婆的,就是让她少买一些这类的素的东西来吃,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重的调味啊,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那好啦,阿丹今天要聊的话呢,就聊到这儿了。 喜欢阿丹影片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帮我点一个关注,那么顺便开启旁边的小铃铛,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阿丹最新影片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了。 我们下次再聊吧,拜拜咯!